胡锦涛强调 前一段时间中法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 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最近法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 中方对此表示散赏 并对中法关系得以恢复感到高兴